这可能是这两天国产电影最振奋人心的消息 不止不休 定档3月24号 为什么让人激动 上午消息刚出 隔壁肉书就做了一个时间表 2020年 电影入围77届威尼斯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 提名豆瓣年度最值得期待华语电影 2022年 不止不休不再被提起 先至贾张柯很想谈艺术的言论一页刷屏 2023年 三体以豆瓣8.5收官 白柯在里面饰演配角白慕林 如果今天我不在场的话 他今天会把责任全都推到我身上 而张颂文主演的狂飙成为近年最火的国剧 2023年今天 白客淼淼张颂文主演的不值不休官宣定档 怎么这么难 我无法说出具体原因 但剧情简介或许藏着重要线索 媒体题材 现实主义 真人改编 每个标签在国产电影中看起来都是那么稀有 同时又是那么诱人 大家好 这里是读者电影 我三年前就预测它有年度十佳国片 或者现象级爆款的潜力 当时引起水花并不大 这次决定再发一遍 让大家提前了解不值不休的来龙去满 也希望让这一帮热情的 执拗的 坚韧的中国电影人 不那么孤单 项目首次亮相时 我最意外的必须是他 王大锤 中文互联网第一屌丝 扮演者白客 流亮红利头蛋汤被他喝了 但转头 他却离屌丝越来越远了 先转型做演员 出现在后会无期 美人鱼等片 虽然角色依然粗糙邋遢 但电影感增强 感觉来 我开车撞死你们 为什么我们这次会以外 因为一个表情 乍看平平无奇 全黑装束 零背景 他面对镜头 从微张嘴的呆滞 到后来若有所思的名嘴 眨眼晃头 最后坚定直视 你看出了什么 野心 这个片段出自不止不休 最初一版预告片 阵容很吸引 兼制假张科 主演白客 淼淼张颂文 而最新走到目前的白客 显然野心最急迫 他跨越一大步 想走出舒适区 从网剧到电影 从粗糙到静心雕琢质感 卸下嬉笑标签 努力尝试现实主义表达 演员路上 白客也要不止不休 白客可以说是 中国互联网时代的 二代网红 配音出身 却依靠网剧这个新载体 出道 发展 2013年 万万没想到第一季播出 火出了圈 豆瓣8.3 平台累计点击量5.8亿 小爱 孔连顺 本玉 教授一小星等人 声名雀气 主角王大锤 更成为一个时代符号 教授一小星评价 这个角色鬼畜言行背后 只有一个主题 我要红 你一定记得大锤的口头禅 本生这家新当上 总经理 出任CEO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 但屌丝本身没有意义 屌丝过后的成长 才是 2019年 爆红6年后的王大锤 也急需成长 新片不止不休 如片名所示 没有结论 只代表一种动态 我很喜欢这款海报 铅笔涂鸦 连人的面孔都被抹去 不需要王大锤傻乎 微张的嘴巴 让喜剧朝着现实主义方向暗度陈仓 这一次 王大锤有了新的身份和任务 预告片 我就看到了现实题材的爆款意味 身穿黑色帽衫的白客 面容憔悴 生无可恋 画外音像潮水涌来 试图吞噬他 每一种声音都在说他 但也像在说屏幕前的你 杂音最终汇聚成一句话 不成功不是人 的确很适合白客 但当白客回击 却发现他彻底变了 与之前王大锤按照成功的标准 努力靠拢不同 这一次 他冷冷反问 白客这次扮演一个调查记者 2003年 高中文凭的东北小镇青年寒冬 离开家乡北漂 做实习记者 寒冬 谐音寒冬 气质阴冷 不再装风卖傻 题材 取自很现实的新闻 调查乙肝患者体检 请人待见的现象 全世界的乙肝患者 八成都在中国 人数接近一亿 成为最常见 也最容易被歧视的群体 百度百科有专门乙肝歧视词条 最严重是就业歧视 所以崔升了乙肝代检产业链 最初 试图托小镇七年的出身 以记者的身份介入 作为城市精英 居高临下的审视 判断 如果报道顺利出街 他就能一战成名 成为新闻界的新星 顺利转正 买车买房成家立业了 走向人生巅峰 有虚荣心驱使 可随着调查深入 他的良知被唤醒 当乙肝患者因为生理的疾病 因为调查别人的过程 也让他认识自己 寒冬雨绝大多数的乙肝患者 都是一类人 不完美不成功的普通人 故事梗概 让期待再加一 纵观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 都是在做否定再否定的功课 比如我不是要神 陈勇当然一开始 并没有想过金石浮平 他只想赚钱 可现实诡异的 让他成为白血病患者的神 是匮乏与苦难在造神 作为媒体人 其实我对不止不休 也有更深的感触 没有一个调查记者 在黑暗中匍匐探索时 是仅靠无冕之王的荣耀 支撑自己 所以我还想到另一部电影 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聚焦 波士顿环球报专栏的编辑 罗比·罗宾森与他的同事们 决定揭开雪藏已久的丑闻真相 天主教牧师 性似扰扰孩子 加密在鼠仪里写道 报纸只关心大街上发生了什么 对于人们家中的事 则不感兴趣 这是纸媒时代的心照不宣 公共话题才应该被报道 丑闻就应该被隐藏在家里最阴暗的角落 聚焦小组要做的就是不正确的事 有一个细节 我感受到了调查记者心中真正的荣耀 克服各种阻力 最终将报道在最后一刻交付印场 报纸印刷出来后的清晨 一个记者亲自把报纸扔在 同社区的猥琐牧师家门口 让丑闻出街又回家 没有台词 没有特写 这个镜头就是调查记者的写照 无需喊口号 无需表立场 全靠一点一滴扎实细致的问询 采访来接近最大值的真相 我们也希望 调查记者寒冬和王大锤是一种延续 对于现实事件那些正确 王大锤可以用嬉笑 呲黑化解 但也有人像寒冬一样坚定地直面 反问 至于白客 希望成为一个更演员的演员 那么走出喜剧 去现实主义题材里磨练 感受 不一定能达到巅峰 也不好走 但它更有创作的价值 现实题材的不止不休 让人期待 还有两个绕不过的名字 监制贾张科 21年前的小五 就是没有勇气走出山西县城的小镇青年 今天 寒冬替他走出第一步 作为华语文艺片领域的大拿 贾张科除了自己搭建自己的山西宇宙 一直都在扶持新人作品 而他自己也偏爱现实生活的光与影 比如寒杰的Hello 树先生 全灵的忘了去懂你等 不止不休的导演叫王晶 不是香港那个导演啊 是十打十算贾科长的学生 他曾是天注定山河固人江湖儿女等片的执行导演 这是王晶第一部剧情长篇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之前说过的 今年风投最近的男演员张颂文 表演上 张颂文绝对是白客的一位好老师 强对手 他的绝活是在角色里隐藏自己 在细节中突出角色 好的细节往往指向细节之外 比如狂镖里的手 高启强假计安心民意跟黑势力对峙 脸上阵地 背地里手却紧张地发抖 此时他还是小小鱼饭 有出入险境的惶恐 还有买电视时骑的小摩托 也是因为他说 广东人高启强应该骑着小摩托 然后每天在化妆间门口练着骑 还比如风雨云里的挺肚子 张颂文为角色故意长起来的杜男 在KTV唱歌那场戏 比肢体其他部位都要率先跃入眼帘 观气扑面而来 或许 张颂文扮演的就是发掘寒冬的资深老记者 有他在 白客感受到压力 也有被激发潜能的机会 我希望他们的对手戏能好看 当然 还有背后一众野心勃勃的团队 贾张科给予护航支持 除了亲自监制 派出亲徒弟 也将御用班底召唤出来 摄影于立维 录音师张扬 灯光黄志明等风格初见 至于品项 只能等到电影上映看了 定档的消息固然让人振奋 可三年的等待 对一个完整的电影项目来说 称得上是灾难 就说一张海报 三年前 片方主打是白客苗苗的情侣党 当时苗苗刚参演过冯小刚的芳华 热度不低 三年后 海报上主角变成了白客和张颂文 我绝对理解片方的取舍 张颂文的走红我也很高兴 但并不是所有演员都有这样的机遇 不是所有演员导演都能等一个三年 尤其像白客苗苗这样的新生代 我最后想提前回答王大锤的问题 所以呢 英文片名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最好的还在路上 因为已经跨出了第一步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个关注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